大家好,我是老孙,一个在网上卖锦里的奸商 这一期和大家分享一些如何在网上买锦里的时候 花小钱捡大漏的小技巧 首先说明一下这一期和大家分享的这些方法可操作性非常强 但不全是我们自己的经验 大部分都是在我们客户群里面总结的我们那些非常人才的客户们的经验 咱也不知道为啥,在我们客户群里面各个都是人才 老能花小钱办大事 言归正传,先带大家看一条鱼 这条,这条38公分的单顶 看到没,就是它 是个单顶,身上没有砸墨,没有砸斐 然后头上的那个顶呢,斐色也好 形状呢,擦枪人意吧 猜多少钱 这条鱼是我们的一个客户 也是一位老朋友了 之前是花50块钱 50块钱在微牌场上拍到这条鱼 然后他说一个是这条鱼离它那比较远 再一个它池子满了,然后就捣手捣给我们了 正好是我们省内发货 加上运费包装花了48 总共这条鱼是相当于98到我们手里的 38公分的一条单顶 这条单顶的品质还是非常好的 你们可能看着仔细的朋友能发现它身上现在有点泛红看到了吧 这是因为 头一段时间 五个池子我们翻步池子的鱼全都清了 然后都放在这一个池子里了 然后稍微有点交叉 然后这段时间已经快恢复差不多了 你看这状态下的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颜归正传再说回来 如果你觉得我刚才说的一个38公分的这样的单顶 到手100以内或者100多一点 你觉得是漏的话 那这一期视频你还是可以看一看的 里面的方法还是可以学一学的 但是你当时在母群里就有朋友抬杠 你当然也不能说抬杠 就发表不同的意见说 哎呀这条鱼50块钱不值 你看这顶 这顶也不圆 对吧 这个形状也不规则 不好不好 50块钱都不值 你如果也是这种观点的话 这期视频对你没啥帮助 抓紧划走就好了 其实像这种 十几块钱 20块钱 百十来块钱 然后从网上搞一条还不错的鱼的 这样的经历 在我们群里几乎每天都要发生 真是一帮人才 跟他们我们也长了不少见识 有些朋友可能40多块钱从网上能搞一条 这个40多公分的鱼 你别管花色怎么样 它最起码是40多块钱包邮到手 40多公分的大鱼 这个 哎呀说话又好听 还个个都是人才 超喜欢我们这些朋友们 下面就是敲黑板的重点内容了 首先 这种你像刚才看的那个单顶也好 然后40多块钱 买个40多公分的鱼也好 这绝对不是市场上的常规价格 离常规价格还远的很 就纯属捡大漏了 那这种漏在网上其实也不少 但是也没那么容易去捡 首先你要明白一点 就是如果你想捡漏 那么你得有大把的时间 去全网里面各个卖家 各个直播间里去找去盯着 才有可能是吧 一个月半个月甚至好几个月 能捡一条自己比较满意的鱼出来 这个是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的 也不是说 那个张三家或者李四家的店铺是吧 我随时去他随时都有这种价格的鱼啊 不存在这种商家啊 不存在这种情况 那么我总结他们的一些主要的渠道呢 也就这么几种啊 首先你像在 各个商家的朋友圈里面那种 一口价卖的鱼 这种漏几乎是没有的 你想想一口价呢 商家肯定要加上它的成本 加上它的利润 然后给鱼定一个合适的价格 对吧 但是有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就是各直播间 尤其是那种做现场拍卖的那种直播间 这种漏还是比较常见的啊 有那么几个平台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第一个平台就是微拍堂 微拍堂可能大部分朋友不太了解啊 它这个平台主要是呃 做那个文丸自画这种小众领域的这么一个平台 同时还有观赏鱼啊 这一项业务 里面有很多卖鱼的商家在里面有店铺 然后开直播或者直接上架鱼 以竞价的形式往外卖啊 他们有普通竞价的商品 比如说老孙捞了一条鱼拍好照啊 然后多少公分 然后介绍介绍 然后挂上去 然后0元起拍 10元一手 然后有喜欢的朋友呢 看到之后就可以往上加价啊 比如说今天两点钟上架的鱼 可能明天中午12点节拍 那么到明天12点的时候 谁出的价格最高 这条鱼 谁就拿下了 谁就拍到了 那在这个拍卖当中啊 简陋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因为微拍堂它毕竟是一个小众平台 商家也不少 然后现在客户群呢 也不是很 买鱼的也不是特别多 这就导致有很多朋友在微拍堂上 就可以以比如说几十块钱的价格 能成交一条 还不错还挺好的鱼的啊 这种事并不显见 还有一个渠道就是直播间啊 你比如微拍堂 它也有商家每天在做直播 也是拍卖的形式 拍卖的形式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一条鱼捞上来啊 比如说0元开始拍 然后一手是十块钱 然后大家就往上加价就行了啊 两分钟节拍 那两分钟之后 节拍了之后 谁出价最高这条鱼就是谁的 有些新的商家也好 或者一些老的商家也好 它总有人气不忘的那些天啊 你比如说我们就深有体会啊 比如一个直播间可能就那么几个人 那你上一条鱼 这个大家出价都不积极 那可能这条鱼就以非常便宜的价格 就让人拍走了 有些时候呢 商家也会上好鱼 上好鱼 也有可能是白菜价拍走啊 我们也是深有体会啊 反正就这个拍卖是一个捡漏的非常好的机会 但是话又说回来啊 这个还是需要你去花大量的时间去各大平台各个直播间各个店铺里去转啊 然后蹲住一个直播间蹲他个几天啊 就有可能捡到这种漏 如果你非得问我说老孙你告诉我哪几家他直播间里面老有这种漏 是吧我天天我盯着去捡 这个真不太好说对吧 就目前让我来说的话呢 唯一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常来我们鱼背背景里的直播间 对吧来蹲手蹲手啊 反正我们哎呀不分时候反正天天价格都挺漏的 嗯 行了广告到此为止啊 其实啊不管是做的好的商家还是做的 呃差一些的商家 他直播间也总有好的时候也总有人气低迷的时候 这个就得靠你多花精力去蹲手啊 就跟首都带兔似的啊 总会有惊喜的啊 嗯 这是说了微白糖 然后还有淘宝 淘宝也是有很多商家入住 然后卖锦里啊 搞直播 然后也有拍卖的形式啊 在淘宝上这种 搞拍卖的啊 你注意啊这个拍卖它绝对是一个简陋的很好的机会啊 因为它那个拍卖时间很短 可能就一分钟两分钟 这条鱼就完事了 当时如果没人愿意出价的话呢 那这条鱼最终它就是落在你的手里了啊 这个淘宝上的搞拍卖直播的这样的商家也是值得你去多遵守遵守的 我们去年主要做的是微白糖 今年我们也转战到淘宝了 淘宝上确实 商家也比较多 但是买鱼的也比较多 但总体来说还可以啊 还可以 你像我们直播间基本上 每天啊 都能碰到说 十几块钱二多块钱 是吧二三十公分的那样的还不错的鱼就拍走了 因为我们一天的拍的量也比较大 可能拍好了能拍个七八十单啊 它里面总有很漏很漏的那种价格啊 甚至一周半个月 它也能出现个三五单是个位数成交的啊 咱也不知道当时是系统卡了啊 然后还是大家光顾着跟老孙扯蛋聊天的 然后没注意出价 反正一块钱成交的 七块钱成交的 是吧 这个十块钱成交的 这种单子也不少 有耐心啊 这是关键 还有像拼多多拼多多 我说实话不是很熟悉 没在拼多多上开过这种卖鱼的店 也没在拼多多上买过鱼 但是我知道拼多多也有直播啊 但是他们有没有那种拍卖的形式 我就不清楚了啊 然后有懂的朋友呢 可以在评论区里和大家分享一些 拼多多上的技巧 目前在网上能卖鱼的平台还有快手啊 快手我们虽然把店开起来了 但还没有正儿八经直播过 这个快手上应该都是一口价的啊 他有没有这种拍卖的形式 我还真不是很清楚 有的话其实也是可以捡漏的 快手上卖鱼的也不少 还有就是抖音 其实啊朋友们 你们可能在抖音上经常能刷到说在线直播卖鱼的啊 但是我跟你讲在抖音他的官方的规则里面 他是不允许在抖音这个平台上卖活体观赏鱼的啊 他们当中在抖音上卖活体观赏鱼的其实都是 都是有抖在规则的边缘啊 呃 所以说这个抖音啊 这个目前还没发现太好的简简漏的方法 呃 我想想还有别的吗 别的渠道基本上没有了 然后最主要的简漏的 目前啊目前最主要的容易简漏的两个平台 一个就是微排堂 还有一个就是淘宝了啊 然后是以拍卖的形式的这种卖鱼的商家啊 最为容易捡到漏 呃可能还有很多朋友要说了 说老孙 我可听说了这里边水挺深啊 比如啊我也就不避讳了跟你们说对吧 就是很多搞拍卖的商家 他自己在直播间弄拖 比如这条鱼 哎我看着我本来我这条鱼 希望是卖一百块钱的 但是发现一拍卖啊 怎么才拍个五十块钱 啪我弄几个小号给他顶到一百多啊 我我有拖 但是我跟你讲啊 这个 大部分直播间 还都是正儿八经这样拍的 有拖的直播间呢 说实话还是少数啊 还是少数啊 这个因素呢 你不用去考虑啊 因为 很多 这种减漏的案例在这摆着呢 它确实就是有很低的价格 能减到这种漏啊 所以说你这不用考虑啊 我就告诉你 你就了解这一点就行 就是 能减漏的概率 不小啊 但是需要你费比较多的时间啊 费一些精力啊 去剪 哎 行了 这个把如何耗商家羊毛 耗我们的羊毛的这些 内幕详情都给大家聊到了 到不到位啊 如果觉得老孙这期视频 比较到位的话 可以给老孙点个赞啊 长按点赞 来个强烈点赞 点个关注啊 嗯 行 这一期就和大家聊聊这吧 然后大家有什么 好的简陋的技巧 可以在评论区分享出来啊 然后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提出 嗯 我是老孙 一个在网上卖锦里的奸商 咱们下期再见